今天台股狂跌中挫了 5点 你又开始担心了吗 现在震荡到底是会续创新高 还是要往下修正呢 今天我们节目你还能错过吗 另外选对股票 其实根本就不用管大盘 今天我们的高利 合成 保一照样是再创新高 其中合成更是一度要涨停板 盘面上还有哪些股票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投资获利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那今天台股又在高档出现了震荡 但这震荡其实只有小跌5点 但是今天跌幅比较深的是在贵买指数 所以很多中小型的类股今天是开高之后 一路往下沙沙沙不停一直在往下跌 那这波到底是要看多 还是说现在应该要获利了结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整个经济的脉络来看 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最近红海那边就郑州厂出了很多的事情 那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现在那些员工正在抗议 说什么薪资要给多少 现在红海是拜托他们 如果你不想做 好我就给你1万块 你这1万块是人民币哦 人民币1万块的话大概是台币4万多啊 那人民币1万块他是说你现在离开我就给你8000 你到家我再给你2000 竟然红海要靠什么 要靠放钱来解决这个抗争 那对于红海来讲这是利多还是利空 我们在分析股票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关注的是股市上面的利多跟利空对于股价的反应 而不是你看到利多啊 这家公司非常好赶快进场去买 你会发现啊你每天看得很认真很认真 我发现很大部分的投资人都非常认真 看到报纸觉得产业前景非常好就进场买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元泰 元泰做电子纸的 坦白说我觉得他产业前景也非常的好 但是你会发现你当你看到报纸产业前景非常好的时候 你再进场买 对不起来不及了 一直往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元泰的走势 如果你现在去看一下元泰 你之前看到报纸写得非常好 结果你一路的进场一路的加码一路的加码 你会发现你一路的加码你就一路的输 一路加码一路的输 我不是说不看好这个产业 但是呢你要从整个筹码面来看的话 现在筹码就是在出货 筹码对这档股票还没有信心 你在这个时候切入这档股票 你会比较吃亏 所以你看元泰就一路的往下跌 这个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那昨天可能大涨了3 4% 又很多人又重燃希望 又觉得会向上涨了 好 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讲 股市你要用利多跟利空去观察股价的反应 如果利多出来股价的反应非常好 那当然了这档股票就有机会持续向上 那如果利多出来股价没什么反应 甚至有点修正就像元泰一样 其实你如果去看元泰的财报 你会发现它营收获利表现都非常的好 那就是股价 股价就是表现不好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等到它利空不跌的时候 你再进场买进会比较好 那最近我刚跟大家讲 红海用钱去摆平这波抗议 那用钱去摆平这波抗议的话 那对于红海的毛利率 营益率 本业的获利 绝对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对红海来讲 绝对是个利空 那利空之下红海有没有大跌 红海没有大跌 红海守住了 红海既然是守住的话 那就代表说现在的筹码认为 红海的股价已经到达了最低点 所以红海短线上来讲 继续往下跌的机率不高 应该是蛮有机会持续向上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红海呢 因为这波红海这波 郑州场的事件是越演越烈 那我们也就是发现到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在红海 在全中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爆发 就是中国的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还有什么 还有共同富裕 对中国来讲他们的影响是真的太大 中国的动态清零 现在很多这些员工很担心说 我来这边工作之后我会被封锁 我会出不去我就被关在这边了 吃不好住不好睡不好 那我干脆先走 所以他们要走 结果又拿到钱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就开始抗议抗议抗议 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 有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发生了 动态清零真的太可怕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那边的家乐福 三天关一家店 每三天关一家店 今年以来从1月到9月 关了54家店 关了那么多店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中国动态清零 他们生意根本就做不下去了 他们生意做不下去就开始关店关店关店 那很明显现在在中国那边 经商还有政治的风险是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不管是台商或者是外商 那边的外商都开始要撤 那你会发现在开始要撤的话 他们会撤到哪里去 通常来讲我们看到就是最新的统计 有大概六成啊 他们是希望说是往哪里 往东南亚 那有五成的意愿是要回到台湾 这不禁让我想起来 上一次啊在川普啊 川普时期啊 也是一样那时候对中国出口的产品 克征了大概三四十%的税 那那一波呢也激起了一波台商回流潮 那那一波台商回流啊 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喔 川普那个时候你看一下 川普开闸重客税 科技三巨头都回台湾投资了 所以现在中国那边动态清零 再加上共同富裕 有很多的台商会再撤回来一波 你看在2019年那一波川普的重税 结果我们来看到对台股的影响是什么 持续一路不断向上 你看我们这是2019年的日线图 台股的日线图 9300点涨到12000点 大家不相信 结果你不相信它就一直涨 你不相信就一直涨 那我们回到现在 我们回到现在 中国持续坚持动态清零 再加上共同富裕的情况之下 外资绝对会持续回来 台商绝对会持续回来 所以大家投资股票 当然就不要再悲观了 如果你在悲观的话 你会错失这一波的大行情 如果我讲到这边你还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新台币的走势 你会发现新台币的走势 已经出现大幅度的升值 新台币跟美元这个是什么 汇率啊 就是印美元可以兑换多少的新台币 往下叫做升值 往上叫做贬值 往下升值代表什么 外资正在持续的回流当中 那这外资有可能是台资 也有可能是欧美体系的一些 就是公司行号 所以这些外资回流之后 如果你还不相信 他们这些钱有前进股市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 你看一下 最近来讲外资一直一直一直 是站在买方的 既然外资是持续站在买方的 我们统计啊 11月份啊 外资已经买了1700亿了 你认为这1700亿的资金进了台湾之后 现在台股啦 还没有涨幅就是让他们有大赚 那你觉得外资是吃素的吗 外资会现在还没有大涨 还没有涨回来 还没有让他们达到他们的那个 获利的满足点啊 他们就会离开了吗 他们就赶快撤嘛 然后自己的脚自己踩自己 因为他一测资金很大就可能会往下跌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啊 也就是说这波外资啊 从我们刚刚这样一路的推过来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 台商外资会持续的回流台湾 台股会继续的向上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波啊 融资余额还没有增加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融资余额没有增加 散户还没有进场 这是我们最近一路跟大家讲的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啊 你投资股票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你的思想要站在最前面 而不是跟着报纸走 你看我们就跟大家讲 散户还没归队 散户还没归队 今天报纸是不是就写了 散户落跑 这不就是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的结论吗 散户还没回来 散户还没回来 我们从各方面的迹象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实的判断 散户还没回来 融券化波的余额还持续的向下滑当中 但反过来看 外汇存款是持续的占上8.7兆 那是不是完全符合我跟大家讲的一个预告 散户还不敢进场 外资持续的回流 外资持续的回流 大户持续的买超 台股啊筹码就相对来讲是非常的稳定 台股稳定的话 持续向上涨的几率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看一下 所以台股呢 今天虽然说小跌5点 今天小跌5点真的很可怕嘛 来今天小跌5点 今天还是在创新高的嘛 对不对 今天盘中还是一度创新高的 只是走势比较弱的就在中小型贵买指数 今天是刹得比较深 但是如果说大型股加权股价指数 会持续的向上攻高 小型股迟早一定会跟上 这是绝对的 好 所以这边跟大家讲 从技术面来看 加权股价指数还在创新高 不管你从技术面从筹码面来看 短线的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 那你再去看美股 你再看欧股 我们可以看到欧股的部分 欧股的部分也是持续 因为昨天美股是只有开盘开一半 所以我们用欧股会比较准 你看德国股市是持续创高 法国股市也持续创高 你现在还要怀疑这一波行情吗 你越是怀疑啊 它就越是会向上涨 如果你不相信德国法国的指数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有没有跌 台积电今天有跌吗 今天完全没跌 今天还是继续向上 稳定要向上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最后一盘还是收高了 今天收高之后 在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 下个星期将会持续的再创新高 下个星期你就会看到500块以上了 那既然台积电会看到500块以上 你说大型的 应该说我们台湾的指数 会往下跌吗 不会 绝对会跟着台 应该就会跟着台积电一起向上 好所以 大方向大环境 就是偏多操作 既然是偏多操作的话 你要做什么股票 其实我们之前 不论是在我们的 就是LINE啊 或者是影片啊 跟大家讲了很多了 其实每一档都是赚的 你会发现 在台股最悲观的时候啊 哪一个老师是跟你讲说 不要怕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讲啊多多多 哪一个老师在跟你讲在最低点 跟你领先布局 领先市场跟你讲在最前面的 大概只有我 而且我们是有图有真相 来 我们可以看到10月25号 10月25号有讲 老师讲好几次了 10月25号 我跟大家讲 你看10月25号台股有薄膜的悲观 10月25号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10月25号 台股是不是在最低点的时候 在最低点的时候 我平常没有乱发讯息的 你会发现很多老师 早中晚 每天在 就提醒你他还在 我们都是有重要的讯息才会跟大家分享 你看10月25号盘中11点半 我跟大家讲 台股没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 只有坚强的理由 国际股市没有状况 请大家不偏不移 持续的看多 而且在隔一天 你会发现隔一天也没有多好啊 隔一天很多老师还在跟你悲观啊 那这一天呢 我还是跟大家讲 请大家不要担心 最差最差 至少也会上看月线 我说最差 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大家很担心 所以我只有讲最差的状况 好 那你看 后续呢 就一路不断地涨 一路不断涨 涨涨涨 涨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这一波涨幅 从我们从最低点提醒大家到现在 涨幅超过2000点了 可是还是很多人没有跟上 那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你要领先市场的话 你看在那个时候 10月25号最低点之后 我知道11月初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CPI CPI 那很多人在猜CPI 我也不用跟你猜了 为什么不用猜 因为我觉得猜那个没有意义啊 猜对了是涨还是跌 我直接跟你讲 CPI不论多高 全球股市都持续向上涨 11月8号 在CPI公布的当天早上 我还跟大家讲 CPI公布之后继续向上涨的几率比较高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什么股票你可以去留意的 比如说去中化去美化就是我们节目常常跟大家分享的 去中化包含了安康嘛 安康是最有名的 金锐其有天月店 深锐财富 对不对 3128 3128深锐 今天即使震荡 我们从11月10号 11月10号看到今天 是不是都赚钱 是不是都赚钱 深锐对吧 然后3454的金锐呢 金锐其实我们讲很久了 从11月开始那时候就跟大家分享 从9月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他就是安全监控的龙头 那今天是开高走低是整个中小型类骨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讲说 现在竟然金锐都已经休息了 那个安康相关的类骨族群 本来就会进入休息的状况 直接也跟大家分享了 好那相关的记忆体类骨 那时候也跟大家讲 到现在这些记忆体类骨 我们随便看8299 8299的群联 来 群联的部分是不是也从11月 11月开始一路向上涨不停 没有错吧 这都是我们就是 LINE直接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西智财的类骨 我哪一档没跟大家讲呢 联发科 金星科 世新跟壮益 那其实我们最喜欢跟大家讲的是 金星科 金星科即使今天收跌了7% 整体来讲 从11月开始 他从哪里开始涨 从11月10号 我们就从11月10号开始算好不好 10月10号446到今天是538 446变成538 是不是 如果说你买了400万 不就变成500万了吗 价差都快要100万了 那你不小心自己出掉 你本来有你自己出掉 那你不就出在最低点了 这一切都在我们的LINE 跟YouTube上面有给大家的讯息 所以你还没加入我们相关媒体频道的 真的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扫描这两个QR Code 就可以分别加入我们的LINE 跟YouTube的频道 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的话 请你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另外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部分 你看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之后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并开启小铃铛 想要帮助你更多的亲朋好友的话 记得要帮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另外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那盘面上还有什么股票 是比较值得大家留意的 比如说像刚才跟大家讲的 七字财类股嘛 还是蛮强的 因为你会发现 高价股开始在向上涨 既然高价股开始向上涨的话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中时户回归了 中时户回归的话 会带动更多的高价股 是一波一波的向上涨 你会发现 现在还没有太多的 就是千金股 等到下一个月 甚至下下个月 你会发现千金股会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资金多的话 可以跟我们一起操作这种 比较高价的股票 比如说像四星 金星科这一些的 那另外盘面上还有哪一些题材 其实 大家会一直说消费性电子产品 很特别是今天早上又有跟大家讲 就是报纸又写啊 那个小米手机啊 卖得不好在双11的这个黑色就是购物节啊 双11购物节小米啊 OPPO这些大陆手机卖得不好 那这就代表说消费性电子产品完全没救吗 也不是啊 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很缺的 比如说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我想要买PS5 买到现在来我最新的给大家看 我最新查到给大家看到现在 不好意思买不到 买不到买不到 都售完都售完 你要买怎么买 不好意思 你就是要买3万多块 原价是17580 你就要搭配很多你不想要的东西 你才买得到 你搭配这些东西你才买 但是这些东西我点进去看 你会发现都是什么 那个玩赛车用的那个方向盘啊 还有排档的那些东西啊 甚至是以前的东西在那边清库存啊 就是以前的PSVR啊 第一代 第一代你都要出二代了 你现在在清库存清第一代 你就是逼大家要买一台PS5 那消费者像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没有办法买 就一直都买不到买了两年都买不到 那你说现在很多手机的需求减少 那这些需求这些半导体的零组件 难道他们就不会 改去做PS5吗 那另外最近大家也应该有看到 我最近有跟大家分享车用 车子那边啊 你现在要买高档车 坦白说你一定下去 没有个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半载的 你根本就拿不到车 你拿不到车 现在呢 有很多车式黄牛 所以你买车也是要搭买耶 你买高阶车要买一款中规车 你才能买哦 要不然你不能买 不好意思不卖给你 跟PS5一样 那也就是说车用那边的还是在缺料 那既然车用那边缺料的话 你会发现 半导体相关类股 还是会往那边去走 往那边去走的话 他们的营收他们的库存 迟早会消完的 好那今天就可以看到 盘面上就可以看到 大陆的显卡要涨价嘛 就带动比如说像技嘉表现也不错 那其实也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那除了技嘉之外 其实我认为板卡相关类股 要是我选择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要是我选 我只会选技嘉 因为比较稳定一点点 另外除了技嘉之外 还有什么 比如说像双红啊高丽啊 为什么双红跟高丽 你现在啊 游戏进入了个旺季啊 有的时候我觉得 大家可以从新闻去联想到 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而不是看着新闻就去买股票 哦这家公司营收好棒 赶快进场买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从新闻里头去思考 有什么股票你是可以买 比如说像我今天就看到 最新的Switch宝可梦啊 销售是超过一千万套 那搭配现在呢 寒假快到了 寒假虽然说 大家说还有一个月多 但是现在要拉货不是要趁现在吗 那寒假到了很多人就会开始去买游戏主机啊 买游戏片 那就会带动主机跟游戏 还有板卡需求提高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 大陆的板卡价格在往上涨 那大陆的板卡价格往上涨的话 板卡通常来讲呢 它那个相关的散热需求就很高 所以你想到板卡你要搭配想到散热 所以散热的这一部分你看双红表现也非常好 今天也是再创新高 当然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高丽啊 今天也是再创新高 我们昨天涨停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高丽的部分我们也跟大家讲很久 你看我们10月28号就跟大家讲高丽高丽高丽 一路向上 10月28号从底部一路向上涨 一路从你看一路从只有120 涨到今天是164 120涨到今天是164 够多了吧 而且我们都是在节目上有跟大家明确的分享 那昨天呢买回来也有跟大家讲 在159附近买回来到今天还是抱着赚钱 你看昨天一买进 现买就现涨停 今天是再创一个新高 再创新高呢 你说后续还有机会吗 在我们教大家的观念里头 如果能创新高的股票在短线上来讲 都有机会再创新高 只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追啊 你追高的话你买在太高点 然后震荡震荡你有可能受不了 你停准或你停利 结果它又继续向上涨 你要买股票你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一进场之后没多久 它就要让你有一个获利的空间 这样你才能抱得牢抱得久 另外我们跟大家讲 节目跟大家讲的军工类股 我们也是很早跟大家讲 到现在到前几天 哪一个人不是在跟你讲军工军工好军工棒 没有错吧 11月16号 11月16号就跟大家讲军工了 来军工那时候跟大家讲雷虎 你看我们讲完就涨停 涨完之后再创新高 这就是我讲的 会创新高的股票 通常在短时间之内都会持续的再创新高 如果你不懂这个原则 你不懂时间的要素 你不会用时间的要素的话 你操作起来真的会很辛苦 你看它就是一路的创新高 不断的再创新高 在合成也一样 你看已经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四个灯 四个涨停板了 薄一也是一样 薄一两根涨停板之后 今天又续创新高 这就是我讲的 你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把时间的要素给加进去 如果你没有把时间的要素加进去的话 你投资股票真的会非常吃亏 因为它要在短期之内发酵 你要做短跟做长 当然不一样 它必须要在短期之内发酵 如果你不会用时间的要素去操作股票 真的欢迎大家赶快来找我们吧 因为在这市场上我发现 真的有在用时间要素的老师 大概只有我一个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 车用相关的一个晶片招砍单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说 你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你要买在在悲观的时候 卖在乐观的时候 你要买在悲观 卖在乐观 就好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台积电 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有多悲观 那时候就在最低点370 然后一堆利空出来 那有利空才值得你去注意啊 该不该买卖 对吧 好所以台积电10月26号 370附近就提醒大家了 10月28号继续提醒大家 不用怕台积电还是我们的护国深山 结果这一个波段一上去 这样是多少了 30% 这样就30%了 30% 那是不是买在利空 准备出在利多 你看现在有多少利多 现在有多少利多啊 巴菲特要进场买台积电 赤支41.2亿 然后呢又有独吞高通的小龙订单 这就是我讲的 买在悲观 卖在乐观 你过去投资股票是不是一直都不断的追高 杀地 对吧 你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为什么你会追高杀地 新闻看到很好我赶快进场买 巴爷爷买了我赶快进场买 买了以后可能长一点修正变赔钱 不小心出场结果就继续长了 是不是都这样 如果你想要打破这样的轮回 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操作方式 不要随便的追高杀地 要买在悲观 卖在乐观 比如说工具机无薪价好吗 无薪价好不好 烂透了 这产业烂透了 对吧 工具机无薪价 那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你看这些那么悲观的消息 这类股族群都没有什么给 包含了龙哲科 尚银跟雅德克 所以你看一下龙哲科到今天 还是持续的不断创高 就是从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大概27.5附近 涨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涨多少了 32.2 27.5到32.25 对吧 又是一次了 那我们跟大家讲说 上营也是不错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或是雅德克 大家可以看一下雅德克的部分 雅德克也是持续创新高啊 我告诉大家这很有可能是 下一档千金股 所以你一定要买股票啊 你不能随便乱买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买在利空无人问时 卖在大家都想买的时候 你看工具机前进日本订单 满手啊 对吧 那一样啊 金锐啊 其有这些其实我们也都讲很久了 你看我们的操作方式 我们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9月26号我们早就跟大家讲 我还特别写一个B给大家 你看有这么好的老师 直接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呢 你看一下金锐我们不要讲多远 那时候138 现在是多少 3454 即使最近跌了 现在是多少 174 那时候是多少 138 现在是多少 174 够了吧 够了吧 你看一路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涨不停 跟大家讲过了 再来台达电也是一样啊 台达电的部分你看 我们在10月26号就跟大家分享 10月26号 不知道台达电你看怎么样 台股再怎么跌 它都不会跌 区间打底完成 这就会向上涨 台达电我们来看一下2308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完全正确 完全命中 这不就是完全命中吗 那时候才几块 250 250不到 应该是250几 那现在呢 302 250 算是260 从260这边 你看一下 我们从这边10月底的时候 260 好不好 260一路向上 慢慢缓不断的向上涨 不断的向上涨 涨到今天呢 已经突破了300块 还要被继续涨下去 你说呢 投资股票怎么投资 跟着我们一起领先市场提前布局吧 你看载版三雄我们也是讲在什么时候 10月26号 10月26号载版三雄 升星 那个时候才多少钱 120 3037星星 3037现在156 那时候才120 是不是够低了吧 但是你不相信 你不觉得台股会涨 你对台股没信心 你就错失了从120 一路向上 上上上上上 够了没 还没 还没啊 冰透了没 冰透了 你才要进场吗 所以你投资股票要怎么投资 你除了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你要拿什么资格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你当然是要什么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技术面跟产业面跟消息面 你不能只看技术面 你也不能偏废 就是说基本面不重要 有些老师会这样跟你讲 那我认为你要把所有的影响的因素 全部都合起来 你才能找到真正的标股 所以你要投资 你要看大盘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看什么 总金面政治面跟美股 那你要投资股市的话 我认为产业面很重要 那最重要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买在低点你才能赢在高点 那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这样跟大家印证嘛 对不对 这样大家最悲观的时候 你看大家都不想买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买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讲的保龄富井 那现在呢 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在这边 然后就一路向上 现在多少人在讲 多少人在喊 然后现在呢 这几天可能那些喊的人又闭嘴了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涨 但是没有涨我们也敢讲 这几天注意一下 这边叫做一个三角盘整 这三角盘整如果能盘整成功 那后续无可限量 那你知道吗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跟大家讲什么 记忆体啊 记忆体也是讲很久了 我们刚刚不是有跟大家看的 八二九九群联吗 这一阵子我知道很多股票大涨 那大家都没跟到 那我说你如果想要买得稳 买得安心 那我认为记忆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看南亚科到现在还没什么跌 群联呢震荡而已嘛 滑邦店这不是震荡给你留意进场的吗 那预创的部分是不是稳定的 不断的向上创新高 当然了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们最好最强势的股票 还是会留给我们的会员 你看中华英雄就是我们这一波 本破的代表作啊 从哪里 从17.5附近开始跟大家分享 然后一路分享到他不断的创新高 出现了几根涨停满 一根两根三根 三根之后再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就第四根了 第四根之后呢 休息一下震荡一下 我们有带进场 然后呢继续的涨 然后最近呢才真正出现了 涨不太上去的一个味道 好所以呢我认为 如果你手上有滑金的话 建议你啊还是要获利了解啊 另外我们最近有跟大家讲一档 就是师兄必胜啊 这档股票昨天就前天 应该大前天跟大家讲说 我们有在布局啊 那这档股票我们布局之后呢 他就一路向上 那昨天呢也是震荡走高 那今天呢也是盘整以后 今天是一度的再创新高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所以呢你投资股票啊 一定要领先市场啊 提前布局 你买在低点啊 才能赢在高点 那至于呢你要发现啊 你要找什么样的老师 很多老师都跟你讲一讲一讲 我们都是实战派 你看我们实战 大盘呢讲得再好 他有办法从大盘上赚到钱吗 我们棋子是九连胜 十一月报酬是120%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滑金的五根涨停板 我们今天的高利合成保益 又再创新高 你不想再错过 你不想一再错过 可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的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